据韩联社首尔3月6日报道 韩国外长朴振6日在外交部举行记者会 正式公布韩国政府解决二战期间 被日本强征劳动对日索赔问题的第三方代赔方案 报道称 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官方团体将出面代为支付 2018年韩国大法院就三项索赔案向日本企业判处的赔偿金 朴振表示 为铭记被强征劳工的苦难 并让未来一代既往开来 将积极支持受害者纪念事业及相关教育 调查和研究项目 朴振还表示 希望韩日两国发展性地继承1998年10月发表的 21世纪韩日新伙伴关系共同宣言 克服不幸的历史 基于和解与睦邻友好精神 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报道称 预计日本政府也将正式表态 但因赔偿金由韩企自发愁措 未能争取被告日企直接参与 引发部分受害劳工强烈反对 据共同社网站报道 消息是次日透露 日韩两国正在探讨一揽子方案 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 这主要是指围绕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的诉讼问题 在两国间产生的一系列麻烦 报道说 韩国政府就强征劳工历史问题 提出了顾及日本情绪的解决方案 但此举引发了韩国国内的反对 二战期间强征劳工问题 是日韩之间最大的问题 据日本外交消息人士称 两国正在工作层面汇总双方论点 将通过政府间磋商迎来最后收尾 报道说 两国考虑以解决强征劳工问题为契机 为走向正常化依次采取措施 日本外务省高官表示 若韩国正式敲定解决方案 日方也将做出可能的回应 报道透露 外务省希望首先由韩国政府 正式宣布由韩国财团代替日企支付赔偿金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 日本政府将允许有意愿的日企向财团捐款 并表明继承过去的政府谈话 和日韩共同宣言 向原被征劳工展现道歉之意 之后 日本政府将撤销2019年发动的半导体材料 对韩出口管制 并重新把韩国列为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 享受优惠措施的白名单国家 双方还考虑商讨重启日韩首脑 每年一次互访的穿梭外交 中文字幕提供